瑞芳区深奥里活动中心前方的花台 因为之前受到长期的风雨侵袭 破损的相当严重 当地里长就希望能够尽速修复 现在花台已经全部都重建完成了 整体景观也是大变身 而附近的民众也希望能够多做一些绿美化 好让整体环境再加分 这是去年在深奥里活动中心前的花台 还没整建过的画面 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林已经老旧不堪 破损的相当严重 花台磁砖多出损坏 令人看了出目惊心 在当时里长就希望相关单位能协助修复 而现在景观大不同 花台已经全部重建完成 整体也具有一致性 对啦 以前都很破了 灰都不破了 现在用的长的用得更好 双才稳了 看 看得更舒适 更美观 现在有了 你看得更清楚 对 以前只破锅 破锅啊 对啊 尾声比不太好就对啦 活动中心前的这一排花台 整修后景观真的差很多 尤其住在附近的居民感受最为深刻 回忆起还没整修之前 花台破损的情况真的很严重 现在整修后也是较不容易损坏 而且空间也往内缩 整体景观大不同 看得更新鲜的就可以啦 是享受多种一点花啦 比较有价值的 看是哪一种花比较好种啦 看得再这样会更好景 至于说我们后续会针对里长建议 在这个花台上面种植的植菜的部分 我们是这个月 这个月我们这个工程发包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会尽数来拍空 办理这个种植跟补植的事宜 虽然现在花台做好了 不过地方也希望上头要种些花草 而目前公所也将针对地方需求的花种 尽快种上 让环境看起来更美观 记得淳于威 瑞芳 采访报道